今天是什么 阿咪带大家来到一个好远的地方 这是青藏铁路的起点 青海西宁 这里呢 凉爽一人 体感温度15到18度之间 除了身体清爽之外 也是一个爽口的温馨之都 在这里的人们不拘小节 好满爽快 跟阿咪一样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超俐落的 来吧 咱们来放肆爽口一切啊 首先来把手抓羊肉 这间老四号 偷客若一不绝 厨师们必须手小力弱 在房里面也是热乎乎的 停不了火呀 哇 这么一大锅 到底可以煮多少啊 大概15 6只 整羊的话 这一口大锅 可以放进400斤的羊肉 焖煮一次得煮两个小时 这马老板一天 可以焖上两大锅 选料的这个羊肉 就是附近的地区的 牧区的葬细养 所以说这个季节的话 吃的是 可以说它现在这个季节 吃到冬城下早 喝的是矿泉水 满山都是水这些 都是能喝得到 它也是有苦福的养 焖到痛嫩的羊肉 就是要手抓着吃 既好满又过瘾 不过为了迎合大家 乱七八糟的口味 不是 是多元化的口味 现在的吃法花样也多了 有十多种的调料 中药材 那里面是四个大调料包 在这个位置 四个大调料包 两个在肉羊肉的上半部分 一锅的 两个在锅的底层 这个是其中药性的作用 它的各方面肉的皮味 肉的肾味 这些都是没有的肉 两万煮好的手抓羊 遇到饱不饿了三天的人们 就像是羊肉骨口 这肥瘦相间 吃起来满口生鲜 肥的少一些 瘦的多一些 如果肥的压过瘦的话 就找起来 有人能外形的地方 吃的话不太习惯 太腻 这样的话就是蛋糕合适 我从小就开始吃这个 所以要是我们要出去的话 还会想这个 我最想的可能就是手抓 所以我们不一定是每个星期 有的人可能每天都要吃 此外还有这一道 冬天时来喝上一碗 热腾腾的羊杂汤 很舒服啊 是让全身暖和嘛 特别是冬天是做好的 羊杂汤温热 肠味 店家还免费附上一大块馍 有人是一口汤 一口馍 也有人直接两套馍 这概念是跟豆浆油条一样嘛 搭配这个馍 我们切来的特色 但是这个馍里面跟 就说是跟陕西啊 还有山东啊 还有四川 它有一个区别 就是加了一个香豆 这是一个植物原料 就绿色的这个就是香豆 加了这个原料之后 人的这个跟这个杂碎啊 比较永远 它有一个混搭的作用 它可以减性含量比较高 这个呢就是酸性含量比较高 下锅熬酒的羊内脏激化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再吃进可以酸减中和的泡馍 超有饱腐感的 听说可以撑到下午两三点 都不会发饿哦 老婆说老公你这么好养 给你一百个赞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杂汤 最后给你来一碗正宗酸奶 才叫美丽的安宁 有那个特别浓的奶的味道 还有比较轻 我试过一些西安那些 我也去过新疆 吃的都没有这个味道 对这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真是挺棒 挺海特别 酸奶是我们老人啊小孩 还是未年人啊 都是咸一种甜 每天都喜欢吃一碗酸奶 或者这个前辈 这是啥时候已经成了 我们青海人啊 饮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用青海盛产 很改量高的牦牛奶 不添加热和防腐鸡跟糖 直接发酵制成的酸奶 酸得很勾勁啊 还帮助消化 别忘了表层还要加点汤油 再用甜培来提味 才是斗地的吃法 羊肉汤加饭后的酸奶 这么健康 可以活到一百岁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